杭州玉航堂路上有个天空之城星之里小区 张信的说他在这里买了一套公寓 9月25号开发商通知可以收房了 收房的话是在这边的13楼 我们是四个大人两个小孩一起来的 到楼上之后有一个人安排我坐在那里 等他们办手续 我刚坐下我就听到啵的一声 张信的说家人一直在孩子旁边 交付中心有个透明的小房间 他看到孩子哭着坐在地上 然后上面有个秋千 应该是掉下来了 他只是在哭说痛 等我把他抱起来之后 他整个头上就开始淌血 张信的提供了几张照片 房间地面上有个灰色的秋千 秋千上有个铁环 他怀疑秋千掉落时 铁环砸中孩子的头部 照片中可以看到 孩子头顶出了不少血 杭州渔航区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为 头部损伤 皮肤裂伤 张信的说孩子头皮没有缝针 目前还在养伤 他和开发商沟通了两次 给我的最终方案是 七千五 就所有的费用 加上一年的物业费 一年的物业费大概四千多块钱 然后加上 他说让我去建 自己去鉴定那个头发上 后续的损伤 然后再协商赔偿 第一这个赔偿方案我不满意 第二他还说了一句话 让我很气愤 他说当时这个现场 大家都在担心这个小孩的问题 为什么你会拿着这个手机 在这里拍 然后你的目的是什么 张先生当时等待收房的地方 叫做天空会客厅 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 负责人不在 不方便接受采访 记者注意到 孩子受伤的房间内 鞦韆已经不见了 天花板上有个小孔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后来收到了杭州西蜀之夜 来的文字回复 开发商回应 转移本身无产品质量问题 掉落主要原因 是转移连接吊顶处的固定螺丝 因长期转向使用 导致受力不均松动 事发时 工作人员做了应急处理 并上门拜访看望 承担了相关医药费 赔偿方案已与客户协商一致 项目将对公共区域 进行巡检 确保安全 张先生反馈 双方已经协商一致 赔偿金额五万不到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